日费为宝 独具降精 经历坎坷的他 有一个特别的爱好 就是捡垃圾 这枚机械发烧友的他 制造了无数让大家目瞪口袋的作品 大家好 我姓全 全力坤 是来自河北宝定 目前有自己的一家钢雕工作室 这些东西大家看到的 都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双手打造出来 全部是纯手工打造而成 对吧 当然这些东西只是我们目前产品 这一小小部分 还有很多很多 就是这样 对 你好大年纪了 今年35了 35了 对 还没长大 其实在座的各位 我相信肯定与我有年龄相仿的 对吧 80 90 这些东西都是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 成长过来的这些角色 可能很多人都能耳术能详 包括这个黄蜂啊 包括这些 还有这些等等的吧 你们家人就没人管管你 你老婆肯定反对吧 嗯 觉得你玩物丧志 有一点 但是现在还好 现在为什么还好 能卖钱是吧 对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些东西 大概是十年以前了 十年前 你25 对 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个 简单点讲的话 我是不是很通俗 我说是为了钱 啊 没关系 我们都是为了钱 啊 你最困难的时候 最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最苦的时候 我们当时我们其实是 开始的时候在外 外边有成不是在我们的老家 那我们需要去租房子 需要去维系生计 一个月 可能一个人零花钱 连一千块钱都不到 啊 吃得上饭吧 啊 饭是肯定能吃得上 但是我记得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地儿 就是很小 大概也就是15平米左右 我估计 就是一进门 一进门就能 就上床了 基本上就是 当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从那样一步一步去 你是一个人干 还是有合伙人 我们 我有一个合伙人 是我的发小 我的 这个 好伙伴 我的合伙人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形容词呢 因为他的身份真的很特殊 他 我刚才讲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包括我们还是 这个 结拜兄弟 他重要还是老婆重要 用这个时间 去衡量的话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要比 我跟我与我老婆在一块的时间 要长得多得多得多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这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合伙人 其实也来到了现场 是那位吧 对 你好 您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郝永涛 我们两个从小是一个村长大 多少年了 从出生开始我们就是邻居 光屁股长大的是吧 对 光屁股长大的 你们两个分工是什么 制作两个人都参与吧 销售 谁做得多 谁主导 我做得多一些 你做 他卖 对 你们这属于夫妻店 不 这属于兄弟店 你们俩之间闹过矛盾吗 几乎没有吧 为钱闹过吗 没有 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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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人支持吗 我们家人就像刚开始说的 刚开始都不支持 两家人都不支持 因为我们放弃这个修车 从来是做这个的时候 生活真的很难 当时少的时候 每个人从账上拿走三百块钱 算开工资了 而且我们在外边待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吧 一直是维持在这个状态 你们俩在最困苦的时候抱头痛哭过吗 没有抱头痛哭 但是也经常感慨 当时我们两个约定了一个 就是说 在一年的时间 坚持一年的时间 如果真的要挣不到钱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 我也有孩子了 所以说我们就放弃这个行业 但是通过自个儿的努力吧 产品不断地丰富 有一些老板看到了以后比较喜欢 就是说支持一下 包括给一些汽车商搞活动 给我们给个机会展示一下 就这样慢慢地活起来了 一年的流水大概都是 也就好的时候几十个吧 好的时候才几十个 对对对 低调 我们请你的那个搭档跟你 他来介绍你来卖也行 咱们现场卖一个也行 可以 行不行来掌声有请 来这里面最喜欢 自己最得意的是哪个 我自己最得意的还是黄蜂 还是黄蜂 那咱就说说黄蜂吧 黄蜂呢 大家看到它这个机械感特别强 就是说用我们这些领布件 展现出来呀 感觉更真实一些 看着更霸气 更帅 你这个板筋是哪哪来的 这个材料都是从这个开车厂嘛 开车厂一些修理厂去收嘛 讲 这个棱角都是敲出来的 还是用中压模具冲出来的 都是敲出来的 敲出来的 敲这么直 对 其他的几乎都是去 全部都是汽车上的了 这卖多少钱 这个我们现在的售价是一万二 一万二 这也是不能动的 对这个也是不能动的 这个买回家去的话摆在没有地方摆啊 如果说比如说哎你平时那个找用户去给他他合影收钱 我觉得还可以的 所以我们是愿意合个影 比如说给点钱 其实说就是在花一万二买一个 这个东西真不贵 对 关键是公司里面进行摆设 现代化的一些这个互联网公司摆一个这个挺好的 但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对的 这叫什么名字 这一款它是也是这个电影里边的一个角色 叫机械狗 就是一个狗的造型嘛 当然它就是在电影里边演的 它就是一个反派的一个角色了 这好像是放着潮汐子 潮汐这个动作很厉害 这一款的特点它就是机械感很强很强 全部都是用这个零配件去打造出来 刚才都说到生活生活啊 生活有的时候确实很现实 也许一个模型卖出去 正好能够满足一个月的生活费用 在这整个构成当中 有没有为了真正的为了一个月的生活 而赶期制作出来的产品 有这个时候当时我们做一款 也是客户定制的一个铁牛 当时为了赶工期 三天三夜都从来没有休息 当时我下边的那个工人也好 他们是两个小时轮换一个人 我是连着干了七六个小时 而且中间从来都不再吃饭的 吃不下去 就是累到那种程度的时候 这家人都知道吗 家人知道肯定是知道的 那今天到今天为止算是大有改观了 生活也挺好的了 那有什么要跟一直支持自己的家人说的呢 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呢 我老婆的一个姐姐给她借钱 当时我们也没有多少钱 我的工资当时是 那时候还上班 刚结婚的时候 一个月一千五百块钱 当时借钱 我给我老婆说了一句话 我说 结婚了以后 咱们家不管多么困难 我不会让你去出去借一分钱 到现在也是这样 不管再困难 从来没有让我老婆去外边找过一分钱 一个男人吧 应该有责任感吧 既然嫁给我了 我就得养得起 未必能让你幸福 但不让你受委屈 包括我的父母 到现在也一直跟着我 从农村 我们两个都是从农村出来的 从小都是面朝黄土 背朝天 其实我们就是想靠自己的双手呢 给家人一个好的生活 我觉得你说得特别踏实 真的 确实就是这样的 我们刚开始一步一步走来 到现在已经十二年 确实很不容易 但还好 但还好 通过我们两个人的共同努力 有现在的这个成就 小有成就吧 至少比我们周边的 上班的那些 要稍微好一点点 至少我们的时间 也相对自由一点 至少我们的这个财务 也相对的要好一点 所以说 干自己喜欢的事 而且还能得到回报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价值 很好的体现 它就是一个工匠 它把兴趣变成了谋生的手段 你说技术含量有多高 也没有 但贵在于他们坚持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只会干这一件事 来我来问一下 现场的企业家 有谁有像他们一样幸运 十几年的合作伙伴没有变 而且两人喜欢的是同样的东西 而且没有为钱吵过架 我有 李浩阳 我跟李浩阳使你 你们俩不吵架 我们俩不 基本上不吵架 是因为你根本吵不过他 所以你说的 其实 这就是聪明的一点 所以你们是 我知道我吵不过他 所以我们不吵 那你说一次你跟李浩阳之间 因为矛盾而引发两个人 促进深情的事情 在12年 那个有一次很矛盾 没吵架 就选择分手 就我们散伙 那时候是在另外一家公司 然后呢 我电话关机关了三天 他找不找我 他哭了三天 他发动所有的人 包括发动他老婆找我 然后第三天找到了 我们约在一个地方相见 第一个动作 我们是拥抱 然后 那个分开的念头就 骤然就没有了 在那个电影《中国合伙人》里面 说男人有三件事不能干 第一件 不要跟比自己聪明的女人谈恋爱 第二件 不要跟丈母娘打麻将 第三 不要跟兄弟做生意 事实上有很多人 好兄弟之间 因为一起做生意 因为欲望 因为钱 最后分散 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两兄弟 因为一直与钢铁打交道的人 一般都是相对沉闷的人 否则他不可能一锤子一锤子敲出来 尤其是这哥们 所以他们俩能够到今天 共同做着特别喜欢做的事情 没有为钱吵过架 从一开始到现在 一直还不离不弃 还的确是这种兄弟之间的感情 比很多夫妻的感情都非常深厚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莫大的幸运 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朋友 也没有这样的友 挺让人羡慕的 所以你们两应该拥抱